在節目上吟唱賽德克鼓調 她是被各界尊稱人間國寶的張虎曖昧 也是族人口中的張媽媽 從八歲就開始學習織布以及傳統樂舞 而純熟的編織技術 也被南投縣府登入為文化資產保存者 但在這個月中 張虎曖昧女士離開人世 享受87歲 族人深感不捨 不過也感謝張媽媽生前的教導 讓自己對文化能夠更了解 他其實給了我們很多的想法 跟很多的傳承 跟很多的空間 對我們來說就是整個DOTA的歌謠 都是張媽媽一手一手教的這樣 所以我們那段時間經歷了 就是張媽媽教歌謠的那段階段 我沒有生氣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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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張虎曖昧女士生前住在冷耐鄉村羊部落 一生致力於賽德克族文化傳承 曾出過編織記憶書籍 希望讓傳統記憶能夠廣為流傳 族人也表示 張媽媽對於族群文化傳承影響甚深 也是常為她辦理文化特展 期盼藉由介紹張媽媽的人生故事 以及傳統記憶 讓更多族人意識文化傳承的重要 對於族人來說 張媽媽雖然不在了 但她為族群貢獻的精神 會一直在族人心中傳承下去 而她所留下的傳統工藝和寄宿 族人也會接起傳承火炬 繼續讓賽德克文化流傳承散